明天就是重央节了 重央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九九归真 古人认为九九重央是吉祥的日子 在民间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传统习俗 古时民间在重央节有登高祈福 拜神祭祖及饮宴祭寿等习俗 重央节也被认为是老人节 是家里长辈过的节日 这天晚辈们可以为长辈们祈福那祥 重央节祈福 有的地区有吃从重央高的饮食习俗 重央节吃重央高 寓意步步高升 是敬老节的传统习俗 除此之外 重央节还有吃福果的说法 明日重央节 这五样福果祭的上桌 当即营养足 为长辈祈福那祥 五种福果分别指的是 苹果 石榴 板栗 桃子 柿子 一 苹果 寓意 身体平安健康 苹果是秋季的石令水果 农历九月初九 也是苹果成熟上市的时节 这段时间的苹果营养和口感都是最佳的 苹果不仅好吃 还是健康果 苹果的营养丰富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E 还有一定的甲离子 适量的食用苹果可以有效地吸收苹果当中的膳食纤维等 对身体健康有益 除此之外 苹果还有健康水果的代名词 也被称为平安果 有着平安健康的寓意 因此这天可以在桌上摆上一盘苹果 寓意吉祥 二 石榴 寓意 日子红红火火 多子多福 秋天也是石榴上市的时令季节 这个季节的石榴水分足 糖分足 酸甜多汁非常好吃 不仅好吃还营养 石榴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级B组维生素 有基酸 糖类 蛋白质 脂肪急钙 磷 甲等矿物质 秋天可以多吃一些 还能养颜美容抗衰老 石榴红通通的外形 像一个个小红灯笼 寓意日子红红火火 里面的石榴果粒 晶莹剔透 色泽也是红亮的 有多子多福的象征 寓意着人丁兴旺 家业长盛 家里桌上摆上几个 也是很喜庆的 三 板栗 寓意 日子甚甚利利 秋天也是吃板栗的季节 新鲜的板栗减回家 放几天淀粉回糖营养 喝口感更棒 口感粉糯香甜 可以用来煲汤 炖肉 做成糖炒栗子 也是很好吃的小吃 板栗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钙 磷等营养物质 可维持牙齿 骨骼的正常功用 常吃可预防骨质疏松 筋骨酸痛等 秋天老人可以适当地吃一些 板栗犹健康 胆栗 栗子与栗子谐音 寓意着保佑子孙平安 身体健康之意 所以可以在桌上摆上一盘 营养好吃 寓意也很吉祥哦 四 桃子 寓意 吉祥长寿 秋天到了桃子季节的尾声了 这个时候的桃子口感更好 降温霜后的桃子糖分更足 比平时吃更甜 刚熟的桃子口感是脆甜的 完全熟透之后就是香软多汁 营养价值较高 其主要营养成分包括维生素C 矿物质 膳食纤维 抗氧化物质 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 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好处 桃子有着瘦果 瘦桃的别称 也是一种吉祥的水果 寓意也非常好 老人长寿 长辈身体健康 重阳节桌上摆点桃子做共品祭祖 也是很吉祥的 五 柿子 寓意 好事发生 事事如意 万事顺心 秋天也是柿子成熟上市的季节 这个季节的柿子刚熟 有脆柿子 也有软柿子 口感香甜多汁 做成柿子饼也非常好吃 柿子的营养价值很高 含有丰富的葡萄糖 果糖 蛋白质 胡萝卜素 维生素C 钙 磷 铁等 适当地吃一些柿子也是对健康有益的 但不建议空腹吃 也不要搭配螃蟹海鲜一起吃 因为是这个字根式字写音 所以能寓意事事顺利 事事如意 还有万事如意的意思 都是比较吉利 美好的寓意 重阳节家里祭祖桌上 也可以摆上一盘柿子哦 以上就是五种是和重阳节 吃货祭祖的福果 吉祥果 而且也都是当下正当即的水果 水分足营养足口感好 有条件可以适当地吃一些 寓意也非常好哦 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术 九定为阳术 九月初九 日月并阳 两九相重 故叫重阳 也叫重九 大约在战国时期 重阳节就已经形成 一直到唐朝才被正式定位民间节日 此后经过历朝历代一直流传至今 在1989年的时候 国家把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 传统与现代的巧妙结合 使重阳节又成了尊老 敬老 祝老的节日 前面说过已经六阴九阳的理论 九月初九是重九的日子 所以自古也有双九鬼来 重阳必害的说法 正值深秋 在古时又有灯膏 吃重阳膏 聘菊花酒的习俗 九月十节 天气逐渐转良 这时往往也有很多禁忌 重阳节 提醒老年人 这五个禁忌要继老 赶走没运 让家人顺利安康 一 既让长辈做饭 重阳节也叫老人节 立子节的目的 是为了提醒年轻人 要孝敬长辈 所以这一天是不能让长辈做饭的 要全权有晚辈代劳 让长辈好好休息 二 既送菊花 虽然说重阳节要喝菊花酒 但并不是一定要送菊花 在长辈的眼中 菊花是祭祀用的 并不适合还建在的人 所以重阳节不要送菊花 三 既穿艳丽的衣服 重阳节与清明节 中元节 除夕 并称为四大祭祀节日 在这样严肃且沉重的日子里 尽量不要穿得花花绿绿 这是最先人的不敬 四 既说快乐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中 但凡是节日都是要到快乐的 其实这是大错 重阳节是寓意老年人健康长寿 所以并不适合用节日快乐的词汇 可以用平安康泰来代替 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五 寄回娘家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习俗 意思是出嫁的女儿 尽量不要回娘家 如有违反会对婆婆带来不顺的 当然这只是老传统的一种说法 多多少少带点迷信的说法 重阳节作为由来已久的节日 在古时既有诸多习俗 上菊花 菊花在长者的心目中是长寿化 在重阳节这天国内有很多地方有菊花展 菊花大会的活动 从三国未尽以来 重阳赏菊富士成为一种风尚 再就是饮菊花酒 菊花酒在重阳节这天必饮的酒之一 被看作是延年益寿的长命酒 祈福去栽的吉祥之酒 因此自古之今我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饮菊花酒的习俗 宋朝时期一句话 朱鱼泡酒 借此二物 可销两酒之恶 还有一点是这天还要登高 相传这天会有温神降临 百姓为了镇压凶器 战胜凶器 重阳节这天要登高 配朱鱼 朱鱼是重阳节的重要标志 这是一种可以做重要的果实 因为出产于京江这一代 秋后成熟的朱鱼 变成紫红色 还有温中 止痛 礼气等功效 最后一点就是吃重阳膏了 古人为了求吉利 所以这天要吃花膏 因为膏与膏谐阴 又有步步登高的吉祥之义 还有就是重阳节这天还要吃羊肉 羊与羊同阴 但和重阳之义 再就是秋天这正是羊肉最鲜嫩的季节 所以深秋时节吃羊肉不但可以与寒还能滋养身体 吃紫巴 作为传统小吃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 都有重阳节吃紫巴的习俗 紫巴各地的叫发可能略有不同 有地方叫它年高 有地方叫它打高 吃螃蟹 重阳节正值金球 国庆假期 也是螃蟹最肥的时节 大家不妨吃一些螃蟹 记忆饱口腹还增强身体体质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见